这两天呢收到一位小伙伴的留言说 本来准备春节来法国旅行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到5月份了 想问问up 在巴黎有推荐的吃地道法餐的餐厅吗 米其林餐厅有点贵 街边小馆又怕踩雷球推荐 想要吃地道法餐呢 必须要推荐的一家叫做Algazard 他家已经被无数法国时尚美食杂志推荐过 名副其实的网红餐厅 而且他家曾经是比利时著名歌手雅克布雷尔 最爱光顾的法国餐厅 他甚至把Algazard餐厅写进了他的歌里面 那么废话不多说 跟我一起去看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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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拉克勒如何认为22歷 我在威廉名称 一年8月中,台湾 我并且有创造的公司 同样的公司 创造的公司 当你因为他们的公司 然后在台湾上 我在台湾下 我一个监察的公司 我们是在鱼谷的食品 非常非常恶意, 我们做这些饭吃饭吃美式俄谷 over Pan 有uming卖有 races吃饭, media店饼,�bro骨里,鱼,鱼,鱼,骨,鲼 鸡肉骨和骨肉,我们做酱了一些食品的食品 去热 goal processes,估决咱 wheeler吃饭炒蟹 另外鱼鱼鱼骨豬肉和拼 bones和炒蟹鞋 风鲞駝鲁驴骨養和普通,鲸鲑鱼鑲骨生物 會有100日的烤蔥 多 than亞會有100日的烤蔥 政府推薦的烤蔥 國朋友在外面的烤蔥 天然吃了100日的烤蔥 在最終的那裡 但是一 schneller加一萬多了 米菁的現在的烤蔥 這讓我們有20年 這是我們樂這份本就是 這個法廉的一具包含和米菁的香味 Fit就是比較新的烤蔥 價格的 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 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 他家已经开通了支付宝 大家可以在支付宝出镜里面 找到Agazor的页面 上面有他家的地址 电话营业时间 重点是什么 有中文菜单 还有配各种菜式的图片 就算不懂法文英文也没有关系 最后结账也是可以用支付宝付款 简直不要太方便 现在我吃的这个呢 叫Earth Mimosa 是法餐里面前菜里面比较常见的一道菜 其实它就是用鸡蛋的蛋黄和蛋黄酱调和在一起 然后再做成一颗蛋的样子 美味 我吃了半天了才发现这个东西要配面包 这个上面这一层黄黄的东西呢 就是刚才大厨在上面放的这一层法国剑膜 然后在烤箱里面经过高温烘烤之后呢 就会有一点焦焦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这一道呢 又是法餐中最经典的一道 就是华咖 我没说到法餐最经典的菜式 我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鹅肝 但其实在法国本土呢 鸭肝的使用比例会比鹅肝高很多 甚至于在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 像米其林餐厅 我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菜式其实都是用鸭肝来做的 第二道瓜茶 然后跟刚才这道不同的地方呢 这道是作为凉菜来吃 然后这道呢 是香味煎鸭肝 它是作为热菜来吃 如果这两道鹅肝总选一道的话 我肯定会选这一道 因为它经过加热之后 这个鹅肝的口感真的是超级的顺滑 再配上一点这个西柚 就会增加这个鹅肝的果香 真的太好吃了 一定要尝这一道 真的太好吃了 吃它吃它吃它 养足一百天的原生太子鸡 太香了 真的闻着 它才是顺料 四个人吃都够了呀 最后呢 我冒着矿石镜的公鞋 来给大家试试一下 法式甜点里面最经典的三款 挪威蛋饼 库盆子拿破仑蛋糕和发发老母亲蛋糕 还动吧 虽然它的名字叫做 Omelet Norvillian 但是它其实既不是一个Omelet 它也不来自挪威 就好像我们在中国 点一道夫妻废片一样 它里面既没有夫妻也没有废片 这个酒味真的超浓 最后呢和小伙伴们一致认定 最好吃的是那个 不肯子拿破仑蛋糕 因为它的甜度比较低 所以吃起来呢 就不会觉得太腻 真的是非常好吃一道甜点 剩下那两道呢 八八郎姆酒蛋糕也是蛮推荐的 但它的甜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还有一道挪威蛋饼呢 我觉得它的酒精度会有一点点偏高 那如果说大家不介意这个 酒精度偏高的话 也是可以去尝试的 今天这顿饭吃的真的是太满足了 我们把iGala餐厅主厨推荐的经典法式菜肴呢 几乎都长了一点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菜单上的菜随便点 闭着眼睛点都不会踩雷 好了那今天的探店试试呢就到这里咯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咯 没事 拿很多东西的爱 这个是花铁油以后的拿很多 累了 这个是花铁油以后的赤铁油 这是花铁油以后的码油 很远 Sem antibiotics 而且有什么东西的